这里看顾家辉一个让人伤感的消息 就是离开了在加拿大小小中年92岁 无数经典作品,还和黄尖当年是梦幻黄金拍档 我自己很喜欢尖缩 有点我联系,比利也刚刚离开了 球迷就说他可以去找玛多娜继续在另一个世界踢球 这里有点像,终于辉哥可以去见黄尖 隔了这么久,黄尖是2004年离开的 大家都是文讯不能接受 以至很多和他有渊源的音乐人都纷纷发贴文悼念 92岁在加拿大离开了 我们就找回相关图片和大家一一回顾 所以这个资料搜集都很繁复 我就要加一些水印 以免其他人就顺手黏来 我的时间的确是付出了 大家可以的话也做回不同的支持 我们的KTES YouTube channel 看回三一年在广州出生 当时三兄弟姊妹排第二 还有她姐姐六十年代的著名歌手 顾薇 大家可能听过顾薇 就是她 小时候有志愿做画家 但是家境贫穷 那时候香港再早些 她们就四百年了 姐姐要养家 担起头家 就要去夜总会唱歌 亦因为这样 本来她画画 是她小时候的志愿 就变成了 发现自己音乐才是最大的天分 一边听姐姐唱歌 一边偷师学琴 后来还成为琴师 又到61年 辰转 顾薇参加邵氏 那个不了情的作曲比赛 她就憑着 处女作梦 得到赏识 正式入行 去了邵氏 获得不同的机会 当时她的梦 就是她姐姐主唱 填词就是图巡 入行后 有好发展 兼甲得到邵氏 邵氏 邵氏夫和方日华的资助 付钱她去Bergoli 学习音乐 一个著名音乐学府 继续深操 当时我听王瞻的一些访问 曾经的艺术就是 顾家辉 那时候已经很厉害了 谁知道学完回来更厉害 去外国浸完咸水 那些视野 那些眼界 已经超越了当时的乐坛 很远很远 做了当年情 等等 各样的事情 一段访问 希望 应该也是封闭洗版的 这一天 他会不会那些演算法 又带大家去看不同的影片 相信会 回来先去邵氏 继续帮忙 然后嘉和也找他做配乐师 期间担任了李小龙一些电影的配乐 这里找回一幅图 但找不到辉哥 就找到尖叔 余明 李海泉 说 李中心 很难得 到了68年 蔡和平的邀请无线 就担任音乐总监 蔡和平被誉为欢乐今宵之父 还有刚刚开台无奈 68年 有一个选秀节目叫声宝之夜 他担任评判 所以不要再说TVB抄别人选秀节目 别人开台已经搞选秀节目 68年 现在是2023年 不知多少年 大家计算一下吧 由70至80年代 横跨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创了无数歌 提笑恩怨田园春梦狂潮 心有千千结 近代好合传 陆小峰家变奋斗 以天途龙记 亲情 京华春梦轮流转 上海滩 全部是经典 两亡烟水泪 万水千山 中环 今晚夜 不得了 忘尽心钟情 只听名字 就联想回首歌 射雕 铁血丹心 一生有意义 世间似翁你好 不得了 我还记得那时 刚刚卡拉OK面世 就开始普及了 也不知是什么年代 N年前 鄰居有些 好像上了印 日日唱 日唱 夜唱 下午又唱 夜晚唱 唱来唱去 其实都是这些歌 可想不知 那个年代 几乎是他玩完的 一代大师 真的大师 第一人 音乐教父 真的没办法 他和黄尖是一个梦幻拍档 黄金组合 后来辉煌演唱会 已经近乎无敌 两个 已经是殿堂级音乐大师 我很喜欢黄尖 其实他们三名嘴 我都喜欢 艺康 赛篮 赛篮 都是很多不同的东西 启蒙 然后他们就搞演唱会 辉煌 左边的网上图片 不是我收藏 我没有本事 这张CD值钱 当然是无价 你卖多少钱 当然是留念 留住自己的纪念 全部人的亲笔签名 厉害 辉煌演唱会 我还记得他后来搞另一个演唱会 占叔说 我在辉煌喝水也有人拍手 在这里想不到没有了辉煌 我只一个就没人拍了 说笑地说 然后人们就想起来拍法 很多不同的回忆 黄尖在2004年去世 辉煌一直视他人生的学习榜样 他的离世是我永远遗憾 会很怀念他 现在终于他们在另一个世界 可能已经在重序 他90年代慢慢淡出 减少了创作 转移到他小时候很想做的画画 后来他正式退休 后来他正式退休 也开了一些画展 还是搞一些画馆 这个气势真是帅 真是大师 电堂级大师就是这些 风范一出来 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被他震慑到 12年红馆 当然没有任何场地可以搭起他 只有红馆 顾家辉大师经典演唱会 12年 然后14年中文大学 颁语博士学位 他返港领奖 返港领奖 返港领奖 顺道帮他再举办一个 不老香港名具 向顾家辉致敬的音乐会 当时蜻仔 也是嘉宾中 也在同年开始 在戚册的不断取账 也是个蜕变的一年 14年 然后2015年 已过了80岁的辉哥 正式退休,再到在红馆 扮演了顾家辉荣优盛典演唱会 当时群星混习 2016年再搞了另一个红馆 金梓京慈善演唱会 当时还找到许冠民做司仪 2018年获邀去奥斯卡做攀长礼的评委 地位已经举足轻重 当时亦有华仔、金城武和张艾佳 同样获邀出席 2018年就正式退休 正式光荣退休 很早已经回到加拿大 响清福了 期间不同原因就回来了 还有一些奖项就是 81年他已经取得中文金曲 金针奖 即是最高荣誉的奖项 82年 英女王伊丽莎八二世 大英帝国圆座勋章 98年特区政府颁发 童紫草升障 后来2015年 获得 金紫荆升障 予以表扬他对香港乐坛 重大影响和深远的贡献 真是没办法第一人 音乐教父非他莫属 另外 藝法局在11年 颁纳终身成就奖 香港教育学院荣誉人民学博士曾经 赞持截录在14年时 他创作了千二手作品 从未有类同之作 乐坛教父这个美语当之无愧 真是一代的音乐大师 香港有很多很棒的音乐人 但到了这个成就 真是无人能及 1加1 变成10 变成100 1100 无限的 加辉和占缩 看看大家有什么 回忆都可以在下方 留下个字 今集我们的简短回顾来到这里 在下方留言